死老鼠变黄金 从前有个年轻人 他父亲死时留下了一大笔钱财 可是他生性好吃懒做不务正业 又不懂得如何管理钱财 没多久就把父亲辛辛苦苦挣的家业挥霍得干干净净 他父亲生前有一位好朋友 是当地很有名望的富翁 他看到好友的儿子不知上进糟蹋父亲的家业 心里又气又急 于是他特地去找这个年轻人 教他如何管理财产 并好心地送给他一千两金子 作为振兴家业的本钱 那个年轻人照着富翁教的办法学做生意 可是却忘不了吃喝嫖赌 赚来的钱还没来得及存 就被拿去花天酒地 不久富翁给他的一千两金子就被他花光了 那位富翁一次次耐心地帮助他 但年轻人总是很快地就把钱花得一干二净 富翁连续帮了他五次 年轻人还是一贫如洗 富翁对这位年轻人非常失望 心想 看在王顾老友的份上 我再帮他一次 如果他还不知悔改 我也没有办法 一天 富翁来到年轻人的家 看到门外有一坨粪便 上面有一只死老鼠 便借这个话题来开导他 年轻人 你应该知道 一个聪明的人会争取各种条件发财致富 拿眼前这个死老鼠来说 只要肯动脑筋 靠着他也能立业 我实在难以相信 你守着几千两金子 还会穷到这样的地步 我今天再给你一千两金子 你要努力干出点事情来 如果你再像以前那样 糟蹋了这些钱财 那你别再来见我 我也不会再来找你了 当时 隔壁正好有个孩子在讨饭 听到富翁说的话 顿时受到启发 他讨了饭后 便把那只死老鼠 从粪便上拿起来 清洗干净 随后又去讨来各种调味料 把老鼠扒了皮 做得美味可口 然后他拿到市场上 卖了两个钱 他以这两个钱为本钱 做起卖菜的生意 很快又赚到了数百个钱 就这样他每天辛勤地工作 日积月累 终于成了有钱的人 成为富翁后 这个人心想 我正是听到了那个富人的开挡 才受到了启发 现在我便富有了 应该去报答这位恩人 于是 他用银子做了一个鸡案 又用金子 筑成了一只老鼠 他在金属的肚子里 塞满各种奇珍异宝 然后把金属放在鸡案上 又用宝石 银落 替鸡案香花边 他派人 抬着这份礼物 来到富翁的家中 把他发财的经过 讲述一遍 我能够有今天 完全是因为 那天听到您的教诲 这点心意 请您收下 富翁根本没有想到 他的一番话 会使一个讨饭的孩子 变成一个腰缠冠冠的有钱人 他非常高兴 并将自己的女儿 许配给这位勤劳又聪明的年轻人 富翁临死前 又把全部家产交给了他 至于前面提到的那一位年轻人 每日生活放荡 不干正事 很快地又把钱用光了 不得不靠行起过日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